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至星期一晚 晚上7点 项目已录得近8倍超额认购 二手楼市方面 十大屋苑的交投回落 个别业主更加低时间买楼 九龙站有单位的成交价比银行估值低了7%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 我是陶俊文 我是陈志军 虽然近日的疫情比较表现反复 不过早在5月份 发展商已经急起直追 加快建筑进度 刺激期内的住宅动工量急升了两倍 去到3200多佛的今年高位 如果单计私人住宅 有统计指 5月份的动工量有2900多佛 同样急升两倍 涉及9个项目 当中包括粉岭马息路和观塘安达神道的项目 受惠疫情一度舒缓 发展商的建筑工程恢复 差向物业股价处早前公布 丝楼落成量升到近一年半高位 同期的丝楼动工量都升到今年来的最高 屋瑜处最新公布的资料月报显示 本港的丝楼动工量5月升到3241伙 是至去年12月以来最高 无论是按月或按年比较 都录得超过两倍的升幅 单月数字急增不单收复年初以来的缺口 头五个月合计数字更加有5496伙 按年多两成半 是2018年头五个月7400多伙 即是两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屋瑜处都公布 同期批出了19份建筑图籍 当中港岛和九龙分别都有五份 其余九份属于新界 按用图分类 三份属于商业发展 涉及住宅和商住的就有九份 规模最大的 要数启德1F区1号商住地 涉及总楼面超过141万尺 当中住宅占超过106万尺 地盘获批兴建三座39层高 同两座32层高的大厦 附设三至五层高的平台 包括了住宅、商业和政府设施 地皮游新地在前年5月 已超过251亿重标 单计涉及住宅的地皮 资金仍然稳坐地皇宝座 至于在跑道区 还有两个项目获批图籍 由中国海外、华贸、帝国、恒地 新世界同会得丰地产 联手重标的4C区2号地皮 总楼面超过64万尺 住宅占近62万尺 获批兴建两座29层高 同五座31层高的高座 以及一座6层的低座大厦 今次是首幅位于跑道区前排 有违港全海景的地皮获批图籍 另一幅获批图籍的 是后排4B区4号地皮 涉及的住宅总楼面 有近57万5千尺 全数都是住宅 获批兴建4座24层的高座 和3座6层的低座住宅 高银金融同主席潘苏通 前年已超过89亿重标地皮 早前已公布 会以70亿4千万转手 预料亏损超过25亿 根据卖地章程 楼盘需要在2024年9月底入伙 限聚令 加水母全新项目开售 新盘市场刚刚经历了 5个月最净的周末 不过上星期 大幅高开的屯门遇海湾 收票情况就不错 发展商更加趁周末 加价加推了新一批单位 消息说截至星期一晚7点钟 已经录得超过1200飞 以两张价单合共138伙 我去计算吧 超额应够近8倍 首批的定价高于 轮近二手的屯门海王路项目 御海湾 是周末收票两日 已经录得多倍的超额应够 发展商新地是周末加推50个单位 间隔开放式自两房 面积近300至近440尺 以最高折扣计算 截实550多万至730万 成批的尺价介乎15500多到19900多元 平均尺价17992元 这批同样包括低至高层的单位 但平均尺价明显高于第一张价单 较当时的开价近17400元 在季3.5% 逐个单位比较 新推出的单位尺价亦明显较贵 用两个同层同向的一房比较 新推出的二座27楼L室 面积304尺 截实尺价19612元 比鱼近的M室 面积314尺 尺价19105元 高大约2.7% 项目累计推出138个单位 占全盘超过一半 虽然尺价高开 但全数单位的截实价 无论是职工还是建筑期付款 仍然低过800万 同样是远离西铁站 位于元朗錦田北的新盘山水营 发展商路径亦是周末 以截实平均尺价近12400元 加推新一张价单34伙 虽然尺价低出不少 但因为以大单位为主 面积介乎730多到940多尺 所以入场门栏不低 截实最低近900万 最高1110多万 成批的尺价11100多到14000元的水平 过去一个周末的一手市场 只是录得29火的成交 是五个月来最淡静的一个周末 但去到星期一 市场又再录得最少10火焦头 和平时的表现差不多 并再有多中大额成交 沙田九肚山的富豪山峰 卖出6号洋房 实用面积近2800呎 洋房来说算是入门版的大小 连一个800多尺的花园 和两个车位 以近7930万沽出 实用车价28700多元 启得的Oasis Skytech 也以招标的方式买出 低座一个幅式四房年车位 面积1360尺 以4610多万卖出 车价33900多元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导 虽然在新盘市场 有发展商就如常卖楼 新一批单位还有加价 不过在二手方面 就明显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单只交投减少了 造价还有回落的迹象 最终有几宗淨交 都是属于低市价的个案 当中包括在九龙站 有两房价不够1500亿手 如果和银行网上股价相比 造价更加低7% 随着本港疫情恶化 确诊个案持续高期 市场继续出现减价求售的个案 当中不少单位的成交价 更加比近期造价 或者银行估值低 属于低市价成交 九龙站Grand Austin 2A座高层 实用595尺的单位 原先叫价1650万 减价172万 即是超过一成 才以1478万沽出 赤价24800多元 与银行网上估值相比 成交价低出大约7% 单位连租药放售 吸引一个投资者 没有看楼就入市 按现时月租3万元计算 新买家的租务回报达到2来4 第三波疫情令人担心 现在不是买家失去了 未来楼市的信心 而是基本行为都是很小心 大家都不想陌生人接触 二手楼价没有这么快反映 不过未跌就一定会 没有成交量来支持 有个别业主一减价 接着出来的数字就会跌 不过整体长远 大家因为负利率和量化宽松 其实支持位是不错的 至于在曼安山 最新都有一个面积差不多的两房 低过市价大约半成亿首 业主为求沽货套现 累积减价超过半成 即是超过50万 才成功将单位沽出 加画星图湾2A座中层 一个实用面积540尺的单位 原先开价900万 减价55万 即是6% 才以845万沽出 相当于尺价15600多元 代理说 和近期市价相比 最新这个单位的造价 低出大约5% 屋苑和类型单位 2月曾以850万转手 二名屋苑的楼价 已重返5个月前水平 至于在长沙环 最新都有大约500尺的两房 略低过市价逆手 代理说新买家是首置客 看众单位警官开扬 没有看楼都愿意入市 喜运一座中层 一个实用面积506尺的单位 原先开价880万 放盘一个月 减价22万 即是2.5% 以858万沽出 车价16900多元 代理说 最新这个单位的造价 比市价低大约3% 原业住在2014年12月 以大约622万买入单位 持科5年多 账面赚大约235万 升值3.7% 先休息一会 回来有点简铺 带大家去到尖沙咀 看看一间专门卖 和安装太阳能板的公司 看看近期生意是如何 回来节目时间 作为可再生能源之一 越来越多业主安装太阳能板 特别是在天台 特别是村屋 或者是建筑物的天台 没错 安装这些设备 除了可以善用到太阳能 减少依赖传统燃料 还可能会和电力公司的回够政策有关 有专门售买和安装这些设备的公司 就说 受惠相关政策 近来越来越多业主有兴趣安装 为了要进一步推广这个技术 负责人就说 计划找一间铺子开个陈列室 有什么要注意呢 一起看看 全球天气暖化 连带香港在夏天的气温都越来越高 根据天文台的统计 在刚刚过去的6月 全日的最低温度超过28度的热夜有18天 比2016年的究竟65天还要多 担心全球暖化 不少人都更加注重环保 希望利用多些的再生能源 减低因燃烧传统燃料而造成的气候问题 在室外装太阳能板就是其中之一 都是这几年才开始流行太阳能板 大约一年半前 宗田和港登和政府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可以有一个电力回证的计划 所以开始的时候 会多些村屋参与这个计划 但是时至今天 因为村屋开始有些接病饱和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进军一些 叫做私人楼的市场 例如一些豪宅、大厦、学校、酒店 或者是商场、商业流域 所以现在市场上开始很普遍 负责人说 电力公司的回证计划吸引 令不少业主和地主更主动地参与计计划 在天台、平台、花园 甚至是农地装太阳能板 举个例子 例如现在香港 很多时候我们跟中电港登用一元 去买他们的电 其实透过这个系统 他们会用五元去回收你们的电 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天台的业主 或者一些发展商、法团 或者一些其他人 希望把这个系统 一个投资计划 在香港的法例上 没有限制放在哪个位置 而太阳能板的原理 最重要是有太阳的接触度 收集到变成电能 所以简单说 在天台、阳台、地下都可以发电 其实最近我们公司有一宗工程 正正在那间业主的楼下的地下 将两个系统 希望在低位都可以发电 所以这件事就越来越普遍 甚至乎有些农地的业主 都会跟我们接触 希望看看如何做到系统 去帮助他们有收益 就是这样的 公司的办公室在尖沙咀 透过网上和业内宣传找生意 他们发现市场的需求带 经常收到不少查询 以前也有些公司或业主 是安装一条能板系统 但因为他自己安装了电池 就自己发电给自己 一来可能效率不太高 二来用电的情况之后 未必那么理想 现在有了一个回赈计划 因为直接去电厂 再发电出来的时候 无论在效益上和优惠 这方面令到业主的想法完全不同 所以以前很少人去装这件事 现在就像一个雨后春春 很多业主都会考虑这件事 发展商开始建的楼 他们已经开始在设计方面 已经考虑了这个系统 但是在几年前 我们入职的一些大厦 其实他们还未去考虑的时候 他们都要找一些承建商 去跟他们一站职 由设计、物料供应、安装 和之后的维修保养 就要给外面的公司去做 现在新楼上很多都会考虑 尤其是政府的楼域 很多都是先前拨款去做这件事 有商铺投资者就说 环保已经成为趋势 理论上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而太阳能板除了能够满足环保 亦都能够提供投资价值 是可以长远发展的生意模式 首先环保整个世界趋势 而政府的时候再加下来 一个支持的策略 就是电力的回收 基本上你买太阳能板 在屋顶装得平均大概十多万左右 快则可能五年 慢则大概十年左右回本 这是作为一个投资 业主可能觉得 不如长线投资下去的时候 都能够在太阳能里赚一些钱回来 所以整体上的趋势 配合几方面都相信会继续向上行 负责人说单靠网上宣传 难以令到客人理解整个系统 所以希望开设陈列室 给多些人了解相关技术 从而吸引更多生意 想找铺位 也是希望做一个陈列室的作用 有两大好处 一件事就是给我们的销售团队 去接触到不同的用户 让我们知道太阳能板的好处 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借着铺位 做一个推广宣传教育的方针 至于在铺位的简选方面 我们希望在一些人流旺的地方 例如旺角或者是佐敦 可能是铜锣环、北角的地方 希望多些不同的人种去接触 另外在铺位的大小方面 我们希望大约有1000尺度 最重要是有电 最重要是整个面积比较似正 为什么呢 我们将整套系统安装在铺位上 让市民看到一些示范单位的感觉 希望知道他们会明白 如何操作系统 如何去运用它 我自己进去看这间铺铺 我们先去到村屋 比较多的大埔区看看 区内有不少村屋、别墅 铺位位于云头街 铺近大埔区四里和广幅道 铺位面积大约700尺 前身是一间家庭用品店 这个铺位初步適合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的大小 可以我们整套太阳能板的系统 安装上去 变成行过的市民 或者想看系统里的装置 一个系统也能看到 另外它的楼底比较高 适合我们用正常的比例 让客人看到 另外因为这里本身 对着很近的大街和街开阳 其实整件事就是 很多人铺铺铺到这里的时候 铺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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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界区 较为首选的一个地铺 作为一个住宅区 李锦兴认为 大埔有不少潜在客源 加上铺位附近人流充足 对生意有正面帮助 在这个大埔的云头街 刚刚它这间的店铺 就是一个大单边的位置 里面有一条小巷 整个广告效应很大 楼底比较高 对到正的时候 就对面这个叫大埔区的四里 就是大明里、大光里、大荣里 以及这个广福里 道理上最好的店铺是什么呢 就是有外来的人 就像现在的时候 人们都不断地因为吃饭也好 零售也好 会经过这个门面 做得太阳能板的话 我猜到家里 都可能在丁屋、村屋、别墅 通常都开车过来 开车过来 在外面广幅度有个不好 就是街道很大 卖到广告 但是停不了车 停不了车 别人就进不了来帮助你 一转进来 就是这个混头街的头段 两边都是停车场 一停下车 在前面的时候 一进来 走过来帮顺你的机率 就会马上大很多 李根兴又说 这类公司有条件开店 除了可以接到单 最重要是可以落地宣传 看看你本身做客户 看什么客户 下得地的话 最大的原因是来买广告 真的靠店铺赚钱 其实我是很疑问的 为什么呢 是靠店铺赚钱 纯粹卖太阳能板 因为始终市场竞争激烈 每个太阳能板 大概安装天台大概十多万 一半就去到成本 另外可能去到三成的时候 就去到人工 真的赚到的钱 大概一、两成 十多万 赚一、两成 代表你每间屋赚 大概两、三、四万左右 后面这间铺位 是12万的租金 一个月做到大概四、五间 那叫做梅岛本 盖到租值 但你要记住 这些客户找了你 安装太阳能板 家里流水会找你帮忙 家里想装修一下 家里有其他结构上 想收拾一下 自然会帮忙这间公司 所以主要做这个店铺的生意 是来买广告的 做太阳能板 是来盖下成本的 市井镇一间的店铺 前面就是容易停车 北角也好 因为北角我们会进军 我们港岛区 再带大家去到北角区看铺 渣华道是传统的装修段 有不少装修公司和灯饰店 这间铺900尺 月租5万8千元 渣华道是港岛区 因为港岛区传统 做太阳能板的用户 或者一些公司少些 所以我们希望在一个 香港岛的据点 也将我们的系统 将我们的专业团 介绍给一些不同的客户 所以北角区有个好处 为什么呢 湾仔区很多是建材公司 但北角区很多是设计公司 一些精装修公司 也很容易跟我们的主题配合到 李根兴说 渣华道的租金回落 现在是进驻的好机会 渣华道反而是走下坡 为什么走下坡 因为主要是做一些室内设计 做傢俬的时候 很多时候这些店铺都进入商场里面 这条街过去几年 跌了大概租值三四成 但现在刚刚有一个新的机会 可能做太阳能板的时候 进到来 趁租金回落 之前可能说八九万元的租金 现在开就开五万八 分钟四五万元就能租到 每一个屋顶的时候 做十几二十万 每个月做大概一两间都的别墅 今集先说到这里 除了交友程式 不少人都会参加速配的聚会 找另一半 有婚姻介绍所就计划 开店等多些人认识 选店时有什么要注意呢 下星期间 是和张人可护营 他人可护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